说起来岳飞的话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都是比较熟悉的 他可是我国著名的抗金英雄 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书法家 他也是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与曾经先后从军 岳飞的母亲还在岳飞的背上 刻上了金钟报国这样的话 那首非常慷慨激昂的《满江红更是岳飞的名作》 这首词非常的振奋人心 还有鼓舞自己的将士们上尘杀敌的力量 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英雄 却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被身后的小人害惨了 后来后世的人为了纪念岳飞 也是发泄对这些小人的痛恨 所以就把这些小人的人像全部做成了铜像 放在了岳飞墓的旁边 这些人都是跪着的姿态 那么我们知道这小人一共是有五个 但是现在岳飞墓的旁边却只剩下四个了 那么第五个铜像到底是谁呢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少年时期的岳飞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喜爱阅读各类兵书典籍 早早地就学会了骑授武功 并且力量之大 被识人称之为一线无敌 1122年 岳飞第一次投身戎马 且表现十分突出 亲自带队江二贼奇拿归案 宣和六年 岳飞因家境贫寒 吃饭都成问题 只得再次报名参军 被酌为偏孝 1126年 金兵南下 两次围攻开封 在目睹金兵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惨状后 岳飞选择选择参军入伍 投身抗金第一线 1127年 金康支持之后 岳飞的抗金保家的决心 并未动摇 他曾多次带兵突袭金军 并生擒金国将领拓拔夜巫 以刀杀了敌对势力之主 黑风大王 迫使得金人不得不退兵 后来 岳飞组建了岳家军 并在健康战役中 取得漂亮的战绩 光是斩杀的金国士兵 就三千以上 还勤获无数军官 1134年 岳飞收复襄阳六帝 这是南宋王朝 第一次收复如此多的师弟 且又攻下有伪齐政权控制的 唐州信仰两支军队 让南宋军队可谓是士气大振 1140年 金军将领务术将十万大军驻扎于朱仙镇 妄图再次拼死抵抗 岳家军遍北上 在距离朱仙镇有45里地的卫士线驻营 天明 作为岳家军前哨的500铁骑抵达朱仙镇 双方交锋 金军全军崩溃 务术被打得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放弃为公开封府 并找准时机渡河北逃 1141年 金国在知道自己无力灭掉南宋的情况下 准备重新着手于与南宋王朝议和 南宋王朝也借此机会开始着手于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 最为棘手也首当其冲的就是岳飞和韩世忠二人 完颜勿述在密交给秦桧的信中说一定要杀死岳飞 这样的话何谈才有可能成功 1142年1月27日 宋高宗正式下达命令 岳飞要被特别安排去赐死 张宪、岳云一起依照军法执行坦头 要让杨怡忠来监督斩刑 还是需要多安排兵将去进行防护 以免逃走 于是乎岳飞就在大理寺域中被杀害 岳云和张宪被一并斩首 而岳飞只在贡状上写下了下八个绝笔大字 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 一代民族英雄就此远落 而家国危机也在愈发扩大 1279年 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 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 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惠未与金购河而杀害了岳飞 但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岳飞是被宋朝士大夫群体和官僚集团共同谋害 一起将岳飞认死在所谓的理法制度之中 北宋一朝开国之时就正式确立了重文义武的政策 由此形成了以文义武的政治格局 在南宋初期 朝廷局势变化 武官地位上升 岳飞及他所代表的武官集团 严重侵害了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 文官武官的双方矛盾开始加速激化 且由于宋经局势的缓和 朝廷内外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岳飞惨死这一事件 显示了宋代文官集团政治心胸极其狭隘 为了追逐权力 致整体国家利益于不顾 对外软弱无能 对内争权夺利 岳飞实乃重文义武政策的牺牲品 自高宗建立南宋 朝廷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 为了抵御金国入侵 皇帝和文人集团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 依靠武官来摆脱王国的命运 此时武官的地位上升 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变大 武官鄙视文臣 与宋朝的一贯传统相左 武官权力的扩大 必然会影响文人集团的利益 而此时 文官武官的矛盾也已出现端倪 眼城之战中 岳飞获得大捷 但宋高宗令其退兵 岳飞十年之功 废于一旦 收复之地再次沦陷 在此期间 宋高宗启用秦桧为丞相 命其主持谈判 向今启和 而秦桧等人的登场 则代表着文官集团的新启和成功 千百年后的今天 游客们大多会前往七峡岭 去参观岳飞墓中 顺便对目前的四个铜像 投于鄙夷和厌恶的眼光 因为正是他们的出谋划策 才直接或者间接地 导致了岳飞的死亡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从前的时候 跪在岳飞坟前的石像 达到了五个 为何现如今却只剩下四人 遗落掉的那个人是谁 答案是 当时的大理寺官员 在岳飞暗中负责审讯 画押的罗鲁吉 在证实中 其实罗鲁吉 坐拥有十权官的位置 和时间并不长 因此级别并不能同其他四位 常跪不起的同日而语 不过 据史料考证 他确实在岳飞坟种前 跪过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被官方给撤掉了 前后不超过百年 也没人知道铜像的下落 陷害岳飞的人 分别是秦桧 秦桧的妻子王氏 莫其谢 张骏 罗汝依 然后这些跪着的铜像的背后 还有青山有姓埋中骨 白铁无辜助宁臣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埋着岳飞的尸骨 是非常的荣幸的 但是这些白铁是多么的无辜 竟然被铸造成了这些奸命小人的模样 这里面最大的始作勇者就是秦桧夫妇 如果不是他的陷害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岳飞已经带领兵将到了最重要的时候 但是秦桧却在这个时候怂恿皇帝召勾 说岳飞勾结金国 让他把岳飞喊回来 然后把岳飞杀死 因为真正的私通金国的叛徒是秦桧 所以他要阻止岳飞打败金国 因此他就诬陷岳飞 第二个跪着的是他的老婆 虽然没怎么重大的参与 但是王氏也是在背后说了很多的坏话 推波助澜 所以这夫妻俩一个也跑不了 第三个默其谢是这件事情的刽子手 他对岳飞言行拷打 默其谢还动用了私刑 但是因为岳飞是死不从 毕竟确实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默其谢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竟然直接伪造了证词 然后让岳飞死于狱中了 然后张俊是背叛了岳飞的人 原本他是岳飞手下的一个兵 岳飞信任他 但是他背叛了岳飞 给了岳飞致命一击 所以他的罪恶也是非常的大的 第五个铜像是罗汝依 但是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灵气 根本是不配跪在英雄的墓前的 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铜像推到了 并不是原谅他了 这样是对这个人更加残酷的惩罚 因为他根本就不配忏悔 就应该在18层地狱里面得到自己应该有的报应 这才是他的归宿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